而面对这些气候变迁的所形成的状况 所有的世纪灾难 其实缅甸最近也如此 孟加拉最近也如此 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很多国家可能要面临的是迁都 其实包括英国的伦敦 都很可能在海平面上升以后 面临淹水的状况 印尼在四年前的时候 有总统左科会宣布 将耗子一兆台币建立一个新的首都 因为现在的首都将来就会面临 海平面上升淹水的问题 预计2045年的时候 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城市 一座75%都是绿地 靠百分百再生能源运作的城市 听来犹如现代人类的乌托邦 这是印尼政府规划的新首都 奴山达拉的建设蓝图 印尼总统左科威四年前宣布 投注330亿美元约一兆台币 要在婆罗州东部兴建新首都 命名为奴山达拉 古爪哇语群岛的意思 根据规划 奴山达拉全部新建完成后 将会是一座面积达2560平方公里的巨大城市 相当于两座纽约市 包括总统府等重要政府大楼在内的第一阶段建设 要赶在明年8月 也就是印尼独立79年纪念日前完成 并预计在2045年独立百年纪念日前完成所有建设 为了及时完成目标 七千多人正在全力赶工 奴山达拉是一个城市 未来的城市 不是一个城市 未来的五年 它将会到2045年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考虑 今天要考虑 然后考虑 一些未来的东西 其实不用预想 奴山达拉工程所制造和面临的问题早已浮现 这座号称要在2045年 达成碳中和的新世代环保城市 一开工就得在有地球之费称号的 婆罗洲上砍伐大量林木 而新首都的腹地 拥有四座印尼最大的煤矿场 工程所仰赖的能源 势必都会来自这里 怎么可能实现零碳牌的目标 印尼的再生能源比例 只有11.5% 虽然新首都新建计划中 包含了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但没人知道 在工程期间的具体能源规划 新首都工程对环境的冲击不仅于此 婆罗洲本就是长笔猴 灰长笔猿 马来川山甲等兵为野生动物的棋息地 动物保育团体认为 应该要在开工前先安置这些动物 而不是让它们自生自灭 动物来不及安置 那人呢 部落领袖说 很多族人不愿搬走 因为这块土地就是他们的身份所在 此外 大多族人根本拿不出证明 证实这块世代传下来的土地属于他们 要拿到合理的补偿费 实在难上加难 有人拿到补偿费后 想在附近买栋房子落脚 发现新首都外围的房价 每栋介于台币约140万到240万之间 是政府补偿金的10倍以上 即便雅加达政府承诺新首都建立完成后 会为当地带来近500万个工作机会 原住民部落也会有更便利的生活品质 但巴里客人担心的是 这些所谓的好处到最后反而让他们走向灭亡 即便面临来自原住民部落 以及环保团体的抗拒或批评 对印尼政府来说 迁都势在必行 因为目前的首都雅加达早已不堪负荷 雅加达市居住着1000万人 若算上周边的卫星城市 总人口高达3000万人 恶名昭彰的交通堵塞 每年造成价值4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更别提大量人口带来的严重空气 及环境污染 在长期抽取地下水 以及极端气候的影响下 雅加达正逐渐沉没 一项研究指出 这座东南亚的最大城市 有三分之一会在2050年前 消失在爪哇海平面下 印尼政府必须在此之前 赶快把重要政府机构 和数万名公务员 迁往新首都 只是这项计划 真的会成功吗 努山达拉会像缅甸新首都 奈比都一样沦为鬼城 还是向奈吉利亚阿布加迅速扩张 却因缺乏足够住所 而到处可见贫民窟乱象 结果难以预料 但从人类过往经验来看 当一国政府雄心壮志 要新建新首都 不管是作为脱离殖民国的象征也好 或是展现繁荣进步也好 一开始宛如乌托邦的美好蓝图 结果往往是让环境和原居民 付出惨痛代价